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如果家里像这样起火了 你们首先第一个想要做什么 用水胶 用石砂布 用面粉 首先一点要断电 电磁炉要断电 如果是燃气的话要把气端了 然后再想办法去实施灭火 切断火源后究竟选择哪种物品来灭火至关重要 同学们首先选择了用水来灭火 它的选择是否正确呢 灭了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大的火球 对 因为油要比水轻 漂浮在水的表面 还同样会与空气当中的氧气结合继续燃烧 同时咱们的水是特别凉的 油锅里边的油是热的 倒入的一瞬间 冷热结合会溅起很多的油花 这个油花泵到空气当中还会继续燃烧 这样形成一个很大的火球 本以为水能灭火 没想到在油锅起火的情况下 水却成了最危险的选择 接下来同学们选择用湿抹布来灭火 湿抹布里它含水 抹布往油锅里一盖火就能灭掉 湿抹布是否能灭火 它的选择正确吗 咱们的抹布是透气的 可以接触到空气当中的氧气 所以说这个油锅火呢 还是灭不了 看到水和湿抹布都没有成功把火灭掉 又选择了面粉 面粉就类似土和沙子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灭火的 面粉浴火的实验 我们更换一个容器来演示 在面粉厂都会禁止烟火 因为这个粉尘它飘起来以后 在空气中达到一定密度了 如果遇到明火 它飘浮在空气当中的所有粉尘 正肩膀 咱们看一下这个沙拉油 你们觉得可以灭火吗 不能 因为古代有句成语 叫火上浇油 我觉得如果把油倒进火里 可能会烧得更旺 那么在起火的油锅中 倒入食用油 是不是会像同学说的那样 火越烧越旺呢 大量的凉油和热油 会把油温降下来 打不到燃烧的温度 所以它就灭了 岳班长告诉大家 其实在家里遇到油锅起火的情况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盖锅盖 隔绝氧气自然就不会继续燃烧了 但是有一点记住了 一盖上盖子以后要等到油锅里边的油凉了以后再解锅盖 不然的话它还会进去燃烧 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 如果我们在家里发生了油锅起火的情况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盖锅盖 其次往锅里倒入大量的蔬菜 或者大量的食用油也可以灭火 而绝对不能用来灭火的物品 是水 湿麻布和面粉 而在日常用火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家中的抽油烟机 如果长年不清洗 内部会残留很多油垢 一旦油锅起火 火焰过高 就可能造成整个烟道起火 一旦烟道起火以后 它的扑面难度非常大 所以重机清理抽油烟机里边的油垢 是非常有必要的